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 来了一场线上级翻红,打乱了节目组的捧人计划。 当然了,王兴林作为宝岛乐坛四大三小之一,节目组并不是完全不重视, 因为他在主题节MV的站位其实不错,站在第一排,紧挨着阿娇。 只能说芒果重视王兴林了,但又没有非常注重, 以至于他出舞台表演后半段的舞蹈solo都被剪掉了, 之后的真人秀环节甚至成为了洗碗背景版。 首期节目上线后,宁静、纳英、徐梦桃、于文文、张天爱等人相继上了热搜, 但之后的热搜全部基本属于王兴林。 众多中年男粉的青春DNA动了,王兴林的作品涂绑各大音乐平台, 王兴林早期的台偶剧也是不停靠谷, 甚至芒果超迷的股票都因为王兴林涨停了。 如今看来,王兴林的现象级翻红,不仅仰浪解三尴尬, 也让整个内衣都不禁红脸了。 王兴林意外放红,节目组尴尬了。 首期节目中,王兴林并不是节目组重点照顾的对象, 或者说节目组可能由此打算,但并不是在第一期节目。 在第二期节目中,王兴林依然不是剪辑的重点, 但很明显多了一些后材尽头。 这应该是剪辑组连夜加班的成果。 虽然第二期节目被吐槽寡淡,但是王兴林依旧是出圈了, 黄小雷安利她吃兔头的那个片段,毫无意外地上了热搜榜。 从林静、纳英、余文文、张天爱、徐梦涛等人的表现来看, 浪姐三应该是希望凭借剧本率先出圈, 因为他们的表现都有明显被安排的痕迹, 且他们也愿意配合节目组。 综艺有剧本这件事,其实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 已经是一件见怪不怪的事情, 用公开的秘密一词来形容最合适不过。 所以说,观众其实是可以接受综艺剧本的, 但是痕迹不能过于明显,不能把观众当成法子看待。 当王兴林的意外翻红,正是对综艺剧本的最好反击。 节目组或许能算到一部分观众喜欢看什么, 但注定猜不透所有观众的心思。 王兴林的翻红依然整个内鱼脸红。 王兴林在浪姐三的现象级翻红, 没有靠节目组的剪辑, 完全靠的是实力、代表作以及情怀, 靠的是出道19年积累的路人盘。 王兴林翻红后, 网友们讨论最多的并不是她在浪姐三的表现, 而是过往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 这是她最大的底气。 所以说,作为娱乐圈的艺人, 无论是想走红, 亦或者是多年后翻红, 契机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作品才是最基本的前提。 但是纵观当下的内鱼, 尤其是过去的三年之间, 唱跳偶像一茶接一茶的涌现, 所谓的顶流也出现了不少。 但作品呢,国民度呢,口碑呢, 随着粉丝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内鱼,某些公司的造型水平确实提高了很多。 但可惜,这批偶像仅仅是偶像, 是粉丝经济中的幻影, 没有作品支撑, 没有持续能大的底气。 团宗综艺出来的那一批偶像, 现如今还有几个在坚持音乐呢? 屈指可数。 大多都是平均, 节目镀金之后, 低成本转战网剧, 困计综艺, 全然忘了当初爱音乐, 爱唱跳的口号, 请王兴林们多多翻红, 王兴林的现象及翻红, 让不少网友都联想到了 宝岛乐坛的四大三小艺舌团。 蔡依林, 梁静如, 孙燕姿, 肖亚轩, 王兴林, 杨晨林, 张绍涵, SHE。 在以上集言中, 张绍涵最先凭借《我是歌手翻红》, 随后和浙江卫视展开了深度合作, 连任了三季天资的声音的常驻, 事业基本稳定, 而杨晨林和王兴林这对好闺蜜, 先后凭借《浪戒2》和《浪戒3》翻红。 至于蔡依林, 梁静如, 孙燕姿, 肖亚轩以及SHE, 谁会是下一个在内地翻红的人, 目前似乎有迹可寻。 梁静如和SHE中的田富珍, 机会更大。 首先, 梁静如很可能加盟纪念的中国好声音2022, 因为圈内知名音乐灯主, 邓邓后后已经有过多次爆料, 声称节目组已经基本敲定, 且梁静如的签证问题已经解决。 《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的热度虽然不比往昔, 但它毕竟是内地现存的唯一选秀,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依然是情怀的一部分。 更何况, 《中国好声音》的受众和梁静如的歌迷受众基本是重合的。 如果梁静如能加盟《中国好声音2022》的话, 即便少有唱歌的机会, 即便达不到网星林那样的现象级翻红, 但也一定是很多网友的心头好。 其次,在前段时间的湖南卫视和《芒果商品台照商会》中, 时光音乐会二被官宣, 且《芒果》公布了五位米妖阵容的剪影, 其中有一人非常想田不珍, SHE单飞不解散后, 田不珍在音乐领域的成就时最高的, 《魔鬼中的天使》寂寞寂寞就好, 小幸运, 你就不要想起我等作品的产传度简直不要太高。 但可惜的是, 身为京曲天后的田不珍, 营星、营业星并不积极, 经常爬山的她甚至被粉丝调侃是爬山天后。 时光音乐会二的定位是最佳歌手季, 将邀请不同时代华语乐坛的五位最佳歌手互唱经典, 田不珍确实非常合适。 去年的时光音乐会, 虽然前期先发堪忧, 也没有真人秀和竞技内容, 但这档纯粹音宗依然凭借口碑成功出圈, 所以时光音乐会二再度成为小爆款, 基本是没有什么意外的, 笔着私心希望, 开报上的景音就是田不珍, 也希望田不珍能答应节目组。